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真的不是我托 主要还是因为先行者居然能够晚了十多天发货 所以这个节目也就推迟了十多天 没有办法 本来以为拍个十多分钟的 然后体验体验感受感受 基本也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勤不着揽不着的我 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想知道的 天哪就揽不住了 从评论到私信基本都是三五百起 评论还好有两百个评论发了两次 然后私信就直接爆炸 我都把大家的东西全都这样截图 一个一个画出来 然后每一个去整理去整合 然后来做这期节目 所以肯定也有漏的 如果把你的问题也漏了 你没事你私聊给我 我都会再回头帮你单独册 再私信给你 如果大家集中反应的东西多了 我会再单开节目 但是这期节目应该是比较完整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能用到 千万千万你们是回家真的当生产力来用 去学习去工作 不要去爱奇艺 反正我都给你们做出来 反正我也不信你们都能用 我也不信你们真的用得上 我也不信你们能真的把它当生产力 但是你们既然提出来了 我就只能去满足你们 所以这期也没有什么废话 也没有什么花里虎哨的拍摄 这次还是两个部分 前面还是一些硬件差距 以及我个人的硬件的感受 版本之间的差别 你应该知道这些硬件的东西 然后后半部分就是 根据你们提出的每一个人想看的软件 我几乎能下的都下了 然后每一个都会给你们试 亲自的录屏 实录 实时的去演示 当然每个软件 我也不可能用得非常专 毕竟这么点时间 我只能说也是当成你的眼睛 来去感受一下这个软件到底怎么样 软件确实不错 而且真的有一定的生产力的话 我肯定会在后面 拍一些更多好玩的小视频 或者是专门开一些软件的一些 视频 怎么用 怎么能用得更好 或者说 哪些东西可以 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辅助 或者是纯生产力 这都是不要紧的 但是这次 还是以一个第一视角 或者是第一次见面的感受 给大家说一说 然后后半部分 我会在评论直接写上时间线 然后评论我会置顶 你想看哪一个软件 直接点上面的时间点 就会直接跳转 我也就不分段了 因为分段确实太麻烦了 工作量也很大 自己一个人确实是比较累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这一次 S7三色可选 屏幕尺寸 S7为11英寸 S6为10.5英寸 所以 三维S7要比S6更长 更宽 以及更厚 6.3毫米的厚度 相较于S6的5.7毫米 在手上的感觉 差距还是会放大的 重量也从S6的420克 提升到了498克 电池由原来的7040毫安时 提升到了8000毫安时 但是支持25瓦超级快充 以及45瓦超级快充2.0 存储规格依旧有 6加128或者是8加256可选 SD卡扩充都可达到1T 在屏幕素质方面 它们的分辨率 都为2560x1600 只不过S7用了LTP-S的LCD屏 都可以在最高分辨率的情况下 选择120或者是60赫兹 S6用了自家Super AMOLED的屏幕 支持HDR10加 在色彩范围 以及高动态范围上的表现 毫无疑问完胜S7 LCD通病大家都知道 但是初上手的感觉 就是饱和度调的还是比较高 并不是第一观感的LCD 只能说在可接触的范围内 S7拥有865加以及WiFi6 但是指纹集成在了侧边电源界 扬声器依旧是四颗AKG操刀 智能切换的扬声器 在工业设计上 正面的颜值除了前置摄像头移到了右边 其他屏占比没有改变太多 依旧是延续S4时代 四边等宽的圆角矩形设计 后面的天线走向以及分布都大差不差 笔充电的位置由原来的凹陷 变成了如今的纯平面镜面反光材质 磨砂加上镜面反光的过度收口处理得到 笔的形状更加圆润 可惜附在两侧 边框变成了平切 背部缺少了S6的过度 再加上比S6厚一点 所以第一手感不如S6 左边同样设计了POGO接口 可以自行购买官方充电底座 把平板变成每日看板 方便信息查看 转到S7加 在外观方面 因为有了屏下指纹 所以除了电源键不一样 剩下的外观和S7是一模一样 直接就是同比例方大 解锁方式可以双击亮屏 直接面部识别 在设置里面搜索停留在屏幕 把瓷箱关闭 面部识别后可直接进入桌面 设置都和手机相通 也可以直接使用屏下指纹 这次用了新一代的光学屏下指纹 所以速度较上一代来说提升很大 屏幕尺寸变为12.4英寸 电池容量变为1090毫安时 不过就是这样 三维依旧控制得当 厚度仅为5.7毫米 持平S6 包于S7 重量仅比S7重了77克 为575克 而屏幕方面 变成了自家的顶级A屏 HDR10加 也是可以在最高分辨率的情况下 自定义120Hz还是60Hz 达到了全球顶级认证公司SGS的互眼认证 S7则达到了SGS的低蓝光认证 这里不是我吹 我要说一下 自从S10系列第一次用上了这种 直接不在蓝光区域的屏幕之后 在日常使用中 不管是低暗度照明 还是长时间使用 眼睛确实再也没有了酸涩感 三星用久了 确实会把你的眼睛惯坏 当然这只是个人感受 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 全新的S判 吸附力度相较于前代更强 并没有像上一代一样附送笔头 不过经过上一代一年的中度使用 完全没有必要换 即使换的话 查了一下第三方 30多块钱两个头 加上配套的夹子 7系列S判的价格 国行第三方在480元左右 S6系列S判的价格 第三方在360元左右 这次也增加了侧边吸附 9毫秒的延迟 如果说Note20的60Hz体验不明显 那么120Hz下的输写体验 相较于S6是明显的提升 毕竟三星入股业界王者 VCOM后 S判的书写体验 可以说是越来越跟手 虽然实体按键相较于S6来说变小 但是偏圆润的笔杆 握持感会更加提升 实体按键在握笔书写误触的几率 也会变得更小 S判全系列硬件通用 手机与平板无缝连接 拿起来就不需要连接 可以互相使用 常规的远程手势操作 也依旧没有少 相机方面 平板仅仅只是一个刚需 所以这里就不相互比较了 也没有什么意义 都带广角 能用就行 屏幕越大越依赖于高刷新率 所以60Hz你也别开了 我就不测了 以国行S7家W烂版本为例 自动调节亮度 120Hz的刷新率 量平时间9小时57分钟 一晚待机消耗2% 用自带15W充电头充电 01乘机2小时53分钟 换成原装25W 1小时47分钟 换成原装的45W 实际乘机和25W差不太多 用时1小时42分钟 对于1万多毫安时的 电池充电表现 还是相当满意 但是原装的45W充电器 官方售价299元 25W需要219元 最近商城还能领新人礼包 所以我加上自己买平板的积分 花了不到100块买了一个 当然个人还是推荐 使用原装15W就行 平板的更新换代不如手机 基本会在三年以上的长期使用 慢充始终会对电池的寿命更好 去呀去放羊 给我心爱的羊 而吃上几朵棉花糖 我想站在海面上 捞一个大月亮 挂在屋顶上 有吗流汤汤 我想飞到天上去 去呀去放羊 给我心爱的羊 而吃上几朵棉花糖 我想站在海面上 捞一个大月亮 因为目前为止 端游还是以手机优化为主 所以你用这么大的平板去玩 目前这些手游体验 效果还是非常的差 会让你变得又累又菜 这里就一笔带过 不再做测试 然后看一下版本区别 国航没有插卡版 港版7只有4G 7加只有5G 无论是4G还是5G 插卡版 他们都不能刷国航 移动连同4G5G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电信只能上网 不能打电话 海外版带谷歌全家桶 负一瓶基本不可用 Bixby半斤八两 本地的输入法全副键盘 没有九宫格 国航反而不能手机和平板电话 短信互通 不过喜欢折腾的 可以去这个网站 下载这个软件 自己root后 R1替换重启就行 因为我不建议root 所以这边我也就不赘述了 海外版或港版出厂 会免费自带三款专门的 三星平板所优化的生产力软件 即使没有 也会在应用商城上找到 它们分别是 三星Type用户 6个月免费的CSP 专业画图软件 NoteShelf 笔记类软件 以及平面设计类软件 砍网 国航的话只会带NoteShelf 其他两款软件 应用商城并未存在 一款CSP因为地区未经许可 一款是可化 目前国航应用商店 虽然有 但不是Type专属优化版 不过这三款软件 在任何版本的平板上 都可以下载 并且正常更新使用 而且如果你会科学上网 你可以任意访问 各个服务器的应用商店 如果你想上港服 只需要长按应用商店详细信息 在存储里面把数据清空 然后香港起飞 再次进入 就会进入港服的应用商店 如果想去美服 同样数据清理 然后美国起飞 手机或者是插卡的平板 把电话卡爬掉 重启 在操作如上步骤 对于这三款软件的介绍 后面再讲 而S6对于这三款软件来讲 NoteShelf需要在港服 花38港币购买 其他两款商店没有 我会给你们云盘 你们自己取下 还是那句话 2.5毕竟是2开头 所以初次上手和2.1 在操作逻辑 以及UI设计上的细节 完全一样 手势操作依旧是和手机一样 可以用三大金刚键 或者是自己自定义手势 侧边返回 以及底栏应用切换 也可以用Goodlock里面的MultiStar 超强自定义侧边手势 下拉栏也集成了任意位置下拉 在分屏方面新增了三分屏 当然二分屏或者是分屏收藏 优化增强 整体拖拽体验相较于S6更加舒服 三分屏状态下 也可以通过侧边栏 随意选取APP弹出 随意偷动或者是缩小集成胶囊 三分屏也可以任意拖在位置 以及收藏你需要的分屏的APP 以便于下次一键开启 然后说一下Goodlock家族 其他的功能与手机同步 查看我的分期教程即可 而Pantastic和20系列一样 依旧可以换指针换声音 以及双击快捷键指令和动画 如果你下载下来和我不一样 很简单等更新就行 还没有完全适配 目前S6只能更换弹窗动画 这个应该是在2.5同步更新 每日看板相较于手机 在平板上的用处可能会更多一些 搭配国行的Pogo体座 淘宝大约在2300块的样子 S7好像还没有 Pogo它的充电速度非常慢 可以说只是维持 插上之后 你的平板横置瞬间变成了一个 类似电子相册或者是查看板 可以显示你定制的信息 播放音乐 天气 消息通知 以及Samsung Connect 智能家居开关面板 你也可以在上面留言 直接生生动画 选择播放 或者是直接显示 下面说一下最重要的 Goodlock家族中的Multistar 在手机上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 多窗口功能插件 但是在平板上 国行最近更新了这个插件 增加了一个我爱平板的选项 在说这个之前 我先说一下第三方APP的适配问题 首先如果你会科学上网 外面的应用 那是相当的舒服 推荐就是港幅就行 毕竟都是适配中文 以港幅为例 应用商店上的生产利益 软件数不胜数 即使是最为较真 脑道笔家族 里面也是各种Fall Samsung 下下来开启画面 只要带Fall Samsung 你就知道这个软件稳了 必也用就行了 基本功能都免费 看一下国内的 因为你知道Type系列 它的屏幕比例 其实和手机相差无几 软件并不需要像 iPad 4比3的屏幕一样 重新适配 也就是说 手机的软件 可以直接拿过来安装使用 虽然说细节 某些图片大小 不会做到百分之百的满意 但是完全不会影响 你的正常使用 可以说最大的一点 就是国内很多APP 无法横平 目前我们常用的 视频门户 腾讯爱奇艺 都有自己的HD版本 优化和更新都比较及时 做的最好的当处优酷 集成手机版 可以直接横平 更新优化都不需要 重新适配 任何功能 同步手机一手更新 上面这些专属的APP 在S6上使用一年的感受 就是无论分屏弹出 还是窗口 DEX模式 普通版的QQ又无法横平 微信也没法横平 安卓也没法同时登两个号 不过目前为止 这些困难应该都基本解决 首先在国行的MultiStar里面 最新加上的 我爱平板选项 S6暂时没有 进入之后 第一个选择是 无线键盘共享 当你用的是键盘保护套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通过快速切换 控制其他设备 再往下就是 强制不能横平的软件 做到横平 里面有几个选项 前面的都是默认即可 唯独后面一个 直接选择全屏 因为如果你默认的话 虽然是横平了 但并不是横平优化 而是两边填充的竖屏模式 然后在一周的使用过程中 过去不能横平的软件 通过这个软件之后 可以全部横平 像视频软件 或者是通讯类软件 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像淘宝京东 这样大部分以图片为驱动的APP 在字体和图片大小上 就会非常突兀 不过作为第一版测试 能达到这个效果 我已经非常满意 基本对于安卓 大部分APP横平这个方面 可以说是解决了 而且国内很多APP 如bilibili都在准备出HD版 至于微信 不能同时登两个设备 这个是安卓的锅 没有办法 可以用Samsung Flow 同屏协作回复 详细看后面的生态体验 先说一下软件的载体 DEX模式 DEX是一个披着Windows外壳 安卓新的模式 大部分时间 我们还是觉得 平板或者是手机没有生产力 还是对于保存之后 到底在哪儿的那种安全感 以及每个界面切换后台 这些的不适性 毕竟像PC级别的 桌面窗口的这种概念 能让可观程度最大化 OneUI 2.5 其实对于DEX模式来讲 除了加入无线模式 并没有太大的更新 和以往一样 所以我们也简单阐述一下 DEX可以在你任意界面下 直接下拉栏开启DEX 你在任意模式下的所有功能 都可以在另一个模式下 完整的保留 官方的键盘套 我并没有买 因为我首先追求的 还是更加便于携带和轻薄 再一个就是我的平板力 对我而言 生产力一直Spen足矣 完全可以解决 我的前期大纲思路 在日常中也没有任何文件 需要用的键盘来处理 即使需要的话 在家也就是PC 官方的保护套 无论是优化 还是DEX的快捷键 对于那些真真正正 需要的人来说 确实有一定的生产力提升 而且它的触控板 也会比上一代更大 但是这里呢 确实手中没有 我也就不再云体验了 这里先说一下保护膜 首先不贴 肯定是体验最好最流畅的 如果非要贴的话 钢化膜不是很推荐 贴那种软的水凝膜就行 随便去某宝一搜 也就没几家卖的 谁便宜买谁就行 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然后说一下 这次的官方保护套 无论是质量做工 还是表面的抗菌涂层 这都没得说 况且这次可以收纳笔 里面也带犀利 手感都非常不错 吸附感觉也很好 不过除了这些优点之外 我觉得完全不如S6 首先S7或者是S7加 它的尺寸和重量 都要比S6大 正面的开启方式不能折叠 这样在打开的时候 非常的呆板 而且单手很难开启 不太符合人体工程学 开启之后 只有两个角度 这两个角度 都不适合我去书写 不像S6有两种角度 随意摆放 既可以保证书写 也可以保证日常的看片 吸附力这点都不需要担心 都是整片吸附 很难甩掉 再说一点 就是如果平时 你把笔收纳进来之后 笔是处于一种耗电的状态 即使你断开连接 一碗耗电20%左右 但是还好 这只笔吸附在后面 充电速度非常快 从0到100只需5分钟 还是看你个人需求 如果你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只在那看片的话 官方保护套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有书写需求 建议还是买第三方那种 和上一代设计一样的保护套 至少会有一个书写的角度 可以选择 说一说生产力 很多平板现在目前 都是打着生产力 虽然方向没有错 这也是未来的趋势 未来一定是去繁化 但是目前为止 这些生产力还是那样 我的老话就是 无论iPad的LumaFusion Protrait 还是三星这些专属的Office 甚至是和微软关系这么好 它优化了这么多东西 再加上它的本身的一些生态 而且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软件 不断入住这些两大平台 即使是这样 我还是跟你说 还是只是停留在一些写写画画 现实中能把写写画画 当做生产力的人可能很少 但是每个人又能用到一些 但你能完全依赖于它吗 不可能 即使是专业的画师 你来画图 不论是苹果的还是你的三星的 自己也是一个设计狗 身边有很多专业的画师 我没事也会跟他们去聊 当然咱没有人家专业 所以问了一下 现在能不能 到底能不能用这些东西来 直接就是从接活到结账 来纯用平板来汇下来 他们说完全不可能 你如果说单纯的去 你糊弄糊弄小白甲方 倒还可以一些小活 但是如果你真真正正做到一个专业的地步 来去靠吃饭的话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首先就是他们有一个图层的限制 画画的话其实就和P图一样 每一笔一个图层 每一笔一个图层 无论是iPad还是Tab 他们的图层太少了 你又不是大神 而且中国的环境就是甲方是爸爸 甲方让你改你就要改 你敢和平图层吗 所以说你不敢和平图层 反而它的图层又这么少 根本无法拿来画 所以说现在还是停留在一种爱好阶段 或者是小样 但是说到你完全脱离电脑 不后期不渲染 或者是不上色不韵染 不来回相互抖 那是不可能的 还是停留在那些抖音 大家看着爽 大家看着爱好 那就可以了 所以说生产力这些东西 一吃半会还是替代不了 目前只能就是说半斤八两 就是说辅助一半 另一半还是要靠电脑 但是个人而言 我觉得既然要这样的话 还是不能完全的称它为生产力 只能说是能干些什么 生产力在我看来还是从头到尾 你有一个整个的生态 或者说你所有的思路 可以集中在一个地方 那样你的效率可能会更加提升 好了 正好有朋友问我 想听一下这个S7这个收音的情况 现在我就直接用平板 然后做一个演示录一个旁白 直接用的录屏的麦克风 也没有加任何的外设 你们就可以直接听一下 然后还是以实操吧 我觉得任何东西还是以实操来最佳可观 我们一个一个来 看一下这些软件怎么样 我们先来这个三仓Flow 三仓Flow这个东西 之前做过很多期了 也非常详细了 直接看这期视频就行 现在已经没有更新太多的东西 手机无非就是可以同屏协作 相互拖拽 这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我们还是先看这个三星笔记 三星笔记呢 我在Note20也做的非常详细了 最主要的还是想看一下 这个三星笔记在这么大的画幅下面 有哪些功能可以变得更加的好 它是和手机版完全一样的 首先大家最关心的还是PDF的编写 这个PDF你只要是在你的手机里下下来了 它都会自动检测到选择一个当文件 然后呢 这个这俩我下了俩这个说明书啊 一个T870一个T860 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就是S7的不用读系列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不用看系列啊 一共是多少页呢 一共是这个 看一下这个目录啊 这个目录一共是182页 将近183页了吧 然后首先这个拖拽速度啊 你先看基本拖哪定哪 不存在任何卡顿的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分类 这个拖拽的速度 然后是识别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一共183页带图文 然后是也都是很复杂 什么都有的一个PPT啊 基本你定哪页就是哪页 基本你定哪页就是哪页 不存在任何的那个你说 就是说卡顿什么的 很多朋友就想问编写 我们就来试一下吧 编写 然后在试之前正好把这个三星功能 在这个平板上面 有哪些值得用的功能 说一下 首先画幅变大 有些东西你来回操作这个 操作这个界面页面啊 就会很很复杂 我们直接长按这个地方 它直接就可以拖拽 你在这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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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了然后拖拽 在这写写写写写写写 然后直接选功能啊 这样会更加方便 PDF的编写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们在这里就写写画画 然后这个分享也是依旧 各种工程文件 接着保存成PDF 你也可以转成Word 转成PointPod 我们都可以 我们然后先看一下 这个在平板上有一个功能 还是叫手机上面比较方便的 就是最后这个啊 这个图形修复 一样啊 图形修复就是我们想画个圆啊 他就给你规整成圆 然后这个东西比较呃 星星 他就给规整形星星啊 当然了这个东西你也可以拖拽 放大啊 你画什么样都可以 更更改风格都可以 删除也可以啊 比如说这个呃 箭头啊 然后是麦克风 部位图都可以啊 我们画一个表格 画的很草啊 然后他会直接给你修正的很好 当然这个你也可以拖拽拖长啊 变这个方向啊 甚至是缩短 然后是这个笔刷也可以 删除也可以 更改风格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变成颜色任何颜色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做一个小表格 这样你在上面啊 在在在随随便便一写点东西什么的啊 这个就是很快的一个东西啊 当然你也可以跟朋友一起下这个五子旗啊 下旗是吧 然后你打开这个你也可以下行 你们随便 然后再一个就是三星笔记的这个同屏拖拽啊 我们还是以word来举例 现在里分个屏啊 新建一个word啊 比如说我们找一篇我们的文案吧 我的网络笔记啊 这是我这是我这次的文案啊 然后在这里新建一个word 这里呢 我想把这个直接以他的格式直接拖拽进来 呃我们可以直接按住spen的实体按键 按住了之后就像鼠标一样可以直接什么都可以选择 选择好了之后呢 什么按键也不要按 直接把你的笔长按住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文字已经浮起来了 然后这个文字直接拖到word里面 然后你会发现无论是你的字体还是颜色还是格式 都会在word直接同步过来 然后这里面就是该有的基本都有 呃 然后word这个分享程度一样 你可以直接分享链接 作为共享 甚至是直接保存你的note都可以 当然这里面也可以直接保存成word word的文件 然后发的是发到你的电脑啊 这里只是做一个同屏的拖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比如说这个浏览器和word的支持怎么样 因为三星他们自己之间的支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还是以word为主 看看word这个他们的这个支持怎么样 打开一个网站 打开一个网站好 然后我们也是选取点东西吧 选取一个这个 好 比如说这个字体 我的这个三星官方的字体 我自己是肯定没有有的 然后你看它是可以拖拽到任何地方 你自己选啊 比如光标在这 然后我们就松手 好 这个就过来了 然后上面就会提示你啊 检测到新的一些字体是否下载 如果下载那个字体就和这个一样了 你可以忽略啊 你也可以这样啊都行 然后这个也是 每一个都是文字啊 这个你们自己去决定 当然如果是图片 如果拖到图片会是怎么样子 整个这个页面我们荡下来啊 比如说这个页面我们把它荡下来 如PC般一般的体验 然后哎 选选到图片 然后长按 然后我们长按 选到一个合选的位置 松手啊 你会发现 然后图片也就倒下来了 当然这个图片你也可以缩小啊 因为它肯定呃 缩小比较好 我们把整个版幅缩小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也可以更改比例 这个都行 你们自己看着办 啊 这就是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我们在这个编辑怎么样 这个就是word里面的部分 我们后后面再说word这方面的事情啊 这就是一个word和三星整体的一个算是生态吧 三星笔记还没讲完 我们继续先把这些全部都关掉 还是打开我们的三星笔记 首先呢 三星笔记一个实操里面 现在可能网课大家上的比较多啊 三星笔记其实在这么大的版幅里面 还有一个优化比较好的 可能就是边看视频边记笔记 因为我后期我有很多时候都是要看我的视频 然后再记一下哪些地方 我还没有录到或怎么样的 我们打开一个优酷 我们模拟一下 比如说找一个视频 先看一下 找一个视频 这个就当是网课吧 就当是网课 我们小小生就当是网课 在这个界面下呢 这个你可以直接通过悬浮窗 新建一个笔记 然后呢拖拽过来 这个笔记呢 当然你也可以调它的透明度啊 你也可以在全屏的模式下 直接调它的透明度 直接调它的透明度 当然我觉得这样的透明度还是没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还是直接就给它分屏就行 点一个分屏 这个就分化屏了 这边我们给它全屏 安宁老师在讲课 那你直接就可以点开这个附件 然后在这录着音 录着音了之后呢 这个它说啥你记啥 最后你可以回去反复看的时候 它说到哪个地方正好会定义到你写的那个地方 这里就大体一眼是有什么个意思 黄霄晋级半决赛 编舞确实是我的一个弱象 因为我真的没有怎么编舞过 虽然这次就是有欠缺 但是 恭喜乔治黄霄晋级半决赛 编舞确实是我的一个弱象 因为我真的没有怎么编舞过 虽然这次就是 然后这个常规的三线笔记 基本结束了之后 我们就看一看这次三大件吧 算是最新优化的这三款软件 CSP 可化 以及Noteshelf 这个国行也有 我们先看一下 它和三线笔记到底有哪些区别 在我来讲 我最喜欢用它哪一点 就是它的有很多免费的模板 比如说我们从头开始 点一个加号 它的这个思路是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新建笔记本 新建整个一个笔记本 你可以在笔记本里面改封品 比如说你这个笔记本 你想做什么 以我为例吧 比如说我想写首歌吧 然后我就选一个音乐的这个模板 这个模板你都可以免费下载 你可以看这里面 这所有的模板 好就好在这里 这些模板呢 你可以比如说你是医生 你点一下这个治疗师 然后呢 它这个治疗师里面 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些 算是病例了 病单的这些模板 你下载下来 这些在上面填写就可以 比如说UX的设计师 对吧 我们就举个例子 热带的风皮 然后是学校的风皮 我们先定个风皮吧 然后音乐的 我们先定一个风皮 然后我可以更改里面版式 它自带的有横板 竖板 速色带横线的暗色系 午夜色系 标准的一次纸 标准的性纸 书写的格式 活动策划 比如说这活动策划 比较健康健身 给自己制定一个健身的计划 音乐 五线谱 吉他谱 优克利利谱都有 然后父母 生产力 UX所有的这些模板 非常的棒 直接就是免费 虽然三星笔记也可以 但是三星笔记还要有一个部署导 而且不能直接集成在网上下载 肯定没有这个方便 我们来一个写歌吧 比如说 我要建好了 然后我写上名 写上名 写完了之后 我们就创建 创建完了之后进去 那它就是一个标准的 这个无线谱 然后呢 到了这个界面 它还是比较简洁的 它的功能其实没有三星笔记多 但是该有的都有 第一个就是连接了你的笔之后 你也可以收藏 然后呢 这个笔的大小呢 它不是无极调节 你得自己选 也可以选择也可以收藏 这个呢 就是荧光笔 然后是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橡皮 因为它是和Galaxy专属优化 所以它对Spen的优化也非常好 比如说你写写写 写完了之后 直接长按Spen 它也是可以擦去的 然后这个橡皮 这个是纹本框 这个呢 和那个云形选择是一样的 选中了之后 你选中的地方 你就可以移动更改 随便 你随便开始办 这个是你个人选择 然后最后这个呢 就是禁止用笔 就是你用手可以看你的页面 你写完了之后 这页写完了 我想到下一页 然后点一个左上角加号 加页或者接着是从 选某版中选取 我们再添一页 然后往左滑就行了 这是第一页 然后呢 这是第二页 这是一点一点滑 当然右上角这个呢 它也是有这个规范化书写的 比如说一个圈 然后是三角 方框 箭头 五线谱可以吗 五线谱不太行 分享的话 它就是当前页 然后它呢 这个就不像三星一样 跨的状态比较多了 能分享的东西更多 它这个就是偏激和PDF 三星那边的话会更多一些 包括微软 包括三星自己的工程文件 包括PDF 以及图片 所以说这个是和三星笔记配合着用 我个人觉得这里面 除了这个模板之外 在日常使用下来 我觉得没有任何比三星笔记强的地方 所以直接就是这两配合用 这个模板确实也非常好用 然后说一下这个书写的体验 个人觉得这个书写体验 还是非常棒的 并没有因为它是一个第三方 它就会 胡乱的在这里做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下一个软件 我们去讲CS Clip Studio CSP 这个软件 其实懂行的应该大家都知道 这里我就不再赘说了 它这次直接就是专属 和Galaxy用户 你进去之后呢 可以免费用六个月 然后呢 如果你国行 它是这个应用商店没有的 怎么去下载 我前面也都说了 转服务器就行 但是你从外面下下来之后呢 它有的时候是不是中文的 没事不要紧 我们设置一下 我们把这个自己的操作页面 换成繁体 就像PS4一样 有些游戏 它说是支持中文 其实它支持的是繁体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把我们的语言切换成繁体 然后应用 然后进来之后 就变成了中文 它写着 可第一次申请的用户 免费使用六个月 后面就会接着续费了 有Pro版 有EconX版 我们先来一个AX版体验一下 这期呢 我只是会大体带领大家 就是说先过一遍这些软件 大体怎么用 详细的之后 我会专门开专题 每一个软件 一个视频 每一个软件 一个视频 逐渐的往后给大家说 每一个软件 我们该怎么用 怎么去应用 幸好这个 自己还是个设计官 对这个画图来说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 像画师那样那么专业 但是自己在日常的话 其实这个兴趣 作为兴趣来讲的话 这个专业的软件 已经完全够我用的了 依旧是 和Spen的配合 非常没问题 直接长按 你也可以擦 这里橡皮我都没有调啊 我就不知道 我就没 我就没做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处这方面 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都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们就 这里也就不多演示了 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怎么用 然后后期 这个怎么用的话 我们再开节目再说啊 这样你就变成中文了 如果你现在这个 不常用这个之后 你发现你签回中文之后 其实签不回去 因为你现在的这个输入 都已经是这个 繁体了 你必须打繁体语言 才能搜到语言和输入 啊 所以说这个 怎么签换输入法呢 在设置里面 然后是输入 在输入里面 输入 在输入里面 再把 长板加进去 这里我就不做演示了 我直接在试试里面找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款软件 看网 可画 这个软件 广行也有 但是这个专属版还是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软件 没有任何问题 广行应该会引进 所以没有的话 大家可以刷等等 或者直接去我的云盘去找 进来之后呢 也是你的这个 谷歌账号 直接就可以登录 登录之后 也是为我们这个Galaxy用户版提供了试用版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软件的 进来之后一看就知道 它主要是偏平面设计 当然它也有一些小软件 比如说视频也可以做 PNG GIF 短视频 其实它都可以做 这个软件还是比较有名的 但是它还是以平面设计为基础 为驱动 这个软件怎么说呢 我们先大体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邀请函吧 它都会给你规准好 比如说卡片 传单 邀请函 简历 它的大小到底有多少 自定义尺寸 自定义尺寸 它里边有像素英寸 毫米厘米 它这都是和PS一样了 你做完了之后 它就是真实大小 你直接去打印店 打印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就以它的模板来看吧 现在因为大家都懒嘛 有模板就是爷爷 有模板就是最好用的了 我们先来一个邀请函吧 连一个邀请函 它就是自动国际邀请函的标准 尺寸 然后呢 是一个正方形的邀请函 左边呢 就会给你把邀请函里面 所有的模板都会过来 这些呢 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升级为pro版本 那肯定会更多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 甚至一个专业的人来讲 这些完全都够了 因为你不可能照搬或者是照抄 你以生产力为驱动的话 你也会自己改一改 我们随便选一个吧 我们选一个极简的 然后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它就过来了 非常的清楚 它也是以图层为概念 在这里评接起来的 图层为概念的话 所以说它就会有一个前后 它既然以图层为概念的话 它就是有一个前后 旋转什么的 然后呢 我们还是以字体来说吧 我们是中国人嘛 我们肯定不能打英文 选一个这个 这个软件呢 好就好在是啥 因为很多像这种设计的软件 我们看着它非常漂亮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字体漂亮 所以能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功劳 你打到中文了之后 这个字体瞬间质感就下去了 但是不要紧 这个软件好就好在 它的字体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都是免费的 我们随便点一个 我们把摄杨选中 然后下载下载之后 摄杨就变了 你自己可以随便选任何的文字 看中 因为我都没有下 所以说这里面的文字 应该说是非常够用的了 这些海报的桌面 你也可以上传自己的 然后添加图片 它也有拍好多漂亮的图片 都是免费用的 素材也可以像这种 PNG格式的小素材 直接添加到喜欢 或者直接添加到这 然后都是非常漂亮的 至少就是说 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土 然后你这个长按 你也可以把它后移 因为它是图层的概念 是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花 移到最前面 移到最前 它就会有遮挡关系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图层的概念 文字也是添加标题 它也有很多好看的字体 好就好在 这些字体你都可以转换成 各种各样的中文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它也会提供 小视频GIF它都会有 我们添加一个视频 看一看 视频是怎么个玩法 比如说我们点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就可以在这里播放 这就是一个动态的邀请函 然后这个邀请函 你就可以分享 你比如说下载 导致一个MP4格式 或者是分享一个MP4格式 这都可以 右上角也是分享 你可以分享到Twitter 可以分享到抖音 然后是你的网盘 然后Pinterest都可以 甚至是PPTQQ都可以 这就是一个看瓦 可画的一个初次使用 详细的我们后面再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Adobe家族 Adobe应该也算是一个 超级大的生产力 在港幅里面 你只要打入Adobe 应该是我把能下的 全部都下下来了 然后我们先从第一个 开始看 PR Promere 这个是我目前为止 最大的生产力 因为我剪片 调色 后期特效 所有的东西要综合在一起 我还是以PR用的多一些 然后也是我们从头来看 这个PR也是 直接就是中文 没有毛病 然后也是连着你的谷歌账号 我们添加一个新的工程文件 然后好就好在 它就是 它的无论是操作的概念和思路 它都是和电脑版的PR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就是一个简化版 但是它该少的都没有少 比如说这个思路也在这 它会直接就是媒体池 就是你的这个图片和照片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选取 非常的方便 它也给你选到视频 你的照片 你的设备文件夹 甚至你自己的音频音轨 因为是安卓嘛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去定义 我们选一个视力视频 做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剪这个片 一个小铝牌 好了我选完了 这是音轨 上面这就是媒体池 下面就是时间线 然后我们点创建 好 创建了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上面是尖窗 我们点击先看一下 然后时间线配合着S pen 是非常的精细 你长按之后 你可以拖拽 到哪一帧 你选取你需要的 然后上留住你需要的 和不需要的 你自己随便去点 比如说这个 我稍微剪一剪 这是需要有不需要的 然后下面 这个是你的时间线了 我们打开之后 就会发现 它和PR是完全一样 有视频轨道 有音轨 视频轨道 而且你也可以隐藏这个轨道 你也可以锁定它 这些详细的 我们后面再说 只是大体先给大家感受一下 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 看这里 这里你也可以改变 你视频的比例 比如说你想录抖音了 或者是自己需要的一些视频了 一比一了 这也直接可以更改 就比较方便 虽然没有那么的专业 但是还是比较方便 然后呢 看右边 它的调色的位置了 或者是视频效果 也和我们电脑是大差不差 这里有媒体 这里有风格 你可以选 我们比如说 把这个拖过去 拖过去了之后呢 在这里播放就会有了 你要覆盖多少 就覆盖多少 然后就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 打上你自己的字 这里咱就不演示了 然后是删除 直接就删除了 右边呢 这边有过渡 过渡是啥 就是你这个交融嘛 就是你视频和视频之间的过渡 这个咱也就不说了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而且持续时间你也可以调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调色 编辑 曝光度 然后对比度 高光阴影 色温 然后是自然饱和度 高级 高级里面呢 是有淡化胶片 锐化 运影 双运 这些还都是不错 哦 这个有一点好处就是 你可以加自己的辣 这个还是不错的 加自己辣 应该还是比较 比较好的 我们点一下创建预设 你可以直接就是说 调调调调调 保存一个你自己觉得不错的 保存了之后在这里面 然后每次都可以直接把这个预设拖到进去 你就不用每次都调色了 然后再往下 这个就是变速 速度变速 坡度提速这些东西 渐变什么的 这些都在这都有 这边是音轨 然后你的声音 对于音量的处理什么的 也都有 这边是裁剪 然后当你做完了之后 你可以先预览 预览没有任何问题了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共享 然后呢 它就导出来了 共享的质量 你可以积极选 720 因为它这个自己的这个官方的视频 就是一个720的 所以说咱就不演示了 大小导出来之后 你分享到哪 然后是速度怎么样 这个我也是会后期详细做视频 给大家感受一下 比如说S20拍的4K视频 在这里面导是怎么样 因为目前看到其他外网的一些博主来做 导S20录的4K视频 也是非常的流畅 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期待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这边这几个基本都是 PDF扫描了 或者是编写 很多功能和三星笔记 或者说Word是相同的 这边我就不一一演示了 还有后面的Photoshop 以及Latin Room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LR吧 它俩其实都是一样的 PS和Latin Room都是做的一样的 我们先看LR LR也应该是在图片编辑里面 非常有名的软件了 刚才进来的时候 你也看到左下角是Fox Samsung 也是专属优化的 因为我这个平板上 确实没有什么照片 我们先点一个吧 点一个照片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因为它毕竟是和平板来做的优化 我们所以先看一看 然后打开Latin Room 我们也会看到 选择了之后 它会有预设 也是和三星一块 也是为三星优化的 它这个可以导入预设 预设的话 那就太棒了 能导入预设 你直接去淘宝下Lats 这个就是高玩了 导进去之后 直接有好的滤镜 调好的自己保存 每次P图直接拖上就行 这个比我们之前 讲过的Snap Seed 要更加高级 然后清澈色调怎么调 就说一些好的色调 或者是一些调色理念 我在这期节目 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完全可以用你的手机 来三星自带的编辑器来调 如果你用LR来调的话 那肯定效果会更加好 我们先看一下颜色 颜色的话 这个色温色暖 咱就不说了 这个效果咱也不说了 主要是还是看 这个右上角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这个就是调色的 最重要的东西 算是一个调色理念吧 然后我们来注意一下 这个我的这个右边 混色右边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专门为平板所优化的 非常简单 比如说 我点了这个之后呢 我想调这个画面橙色 我只需要把我的笔 或者我的手扶在橙色上面 它的颜色就直接出来了 按住了之后 拖即可 往右拖 就是增加饱和度 往左拖 就是减少饱和度 然后呢 在下面点色相 比如说橙色的色相 我往右拖就会变黄 往左拖它就会变红 然后呢明亮度 我往上拖 它就会变亮 往下拖就会变暗 这个也是蓝色 色相 把蓝色变一变 变成紫色 然后呢 我把这个红色变成黄色 这个目前来讲 对于平板优化是非常好的 这个的话 你直接调哪就点哪 应该是非常棒的 LR我们就讲到这儿啊 这后面还有几何这些东西 详细的东西 我们还是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就单独开再说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在这里面的分数 这里面的PS 其实就是不如Lightning Room好用 基本也是常用的这些 滤镜吧 然后这个裁剪 也是各个封屏 你需要的封屏 然后这边就是增强 这边是各种噪点什么的 消除笔 去红眼 文字 贴图 基本 这个是比较 所以说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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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我就不推荐用了 大家用的话 还是用Lightning Room就可以 Xbox呢 这个虽然大家很想看 但是我很遗憾的告诉你 在目前咱们国家的话 是很难实现的 毕竟它的服务器都在国外 你要真的想达到流畅的去玩 那是不可能的 它要走经过一遍外面的服务器 目前的话 你只能说是就是说 感受一下这么一个道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个什么东西 当然啊 这个电脑或主机还有云啊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通过这个软件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买主机 控制你的主机 比如说在这里啊 我一看 因为我不能回家下载嘛 也不能回家购买 我就可以在这里啊 购买安装 然后你主机就安上了 在电脑里边你购买安装 然后你电脑就安上了 回家直接玩就行 云的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安卓平板 目前来讲 玩这些游戏 游戏还是比较多的啊 它目前来讲的话 只是在移动设备上推荐这些游戏 它游戏现在这个更新速度非常快 前一阵应该几十款吧 再往后就直接上百款了 还是非常多的 呃 然后这个呢 具体步骤是啥 你要先充一个会员 充一个会员的话 充一个月 充了之后呢 你才有这个资格 因为我现在就是会员 所以说我有这个资格 我的游戏库里就可以有 我现在呢 因为我没有插BOX的主机 啊 所以说我现在只能玩 我的Windows电脑 因为我Windows电脑买了地平线啊 就买了地平线 玩之后我就可以玩它 玩怎么玩 直接点开就可以玩 然后就这么简单 呃 它是一个就是说在读火箭 然后是那个读进度条 呃 这个就是撞运气了 因为确实是就算你进去了之后 它也就是PPT 你想要真正的去玩 达到那个画质或者是流畅度 咱们这个网络确实不太行 而且我的粉丝反馈里面也有很多人 给我发过他们的游玩视频啊 我的我的网就是说碰运气 有的时候深夜可能往好一点了 进去之后啊能玩 但也是就类似于PPT吧 呃 有的朋友基本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 无法启动传流 据说明这个网确实不太行 所以说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个大体的一个 怎么玩 你该去怎么解决 目前为止的话 非常成熟 但是我们的网络确实不行 所以说只能讲到这 微软的这个全家桶啊 因为我自己没有365的账号 因为我确实也不太用 现在基本全用三星笔记了 所以说这个在电脑上这些东西 我其实用的真的很少 然后接来朋友的这个账号啊 我正版的账号 然后我感受了一下 这是他的正版账号 进来之后你的云同步什么的 都是非常棒的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设备和设备之间云同步点东西 这个太简单了 我们还是看他和三星之间的联合吧 这个呢 我就直接以这个dex模式来给大家演示 dex模式呢 连接上键盘了之后呢 你直接快捷键out加w 就直接快速可以开启到dex模式 如果你是不明白了 你可以直接在设置里面搜索 进了之后呢 他直接就有这个这个鼠标和触控板 还有一个OS键 OS键是什么 根据这个windows键命令键速度键 还是根据你的这个键盘的种类不一样 只能说人家官方的键就叫OS键 我这个自己的逻辑的这个无线键盘 应该是out键 所以说这些东西你要读会了之后 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然后呢 这个我们还是着重体验一下吧 进来之后呢 我们点主页 然后你看你是想做个word 还是表格 还是PPT 还是PDF 我们嫌最常用的就是word 建一个个人文档 好 这就是我刚才 因为他直接就保存了 因为我刚才三星笔记不是跨屏拖过来了吗 他直接就会在我的云实时同步 非常的快 就是这么迅速 感觉是非常的好 好 我们来编辑一下吧 点了之后就可以编辑了 这时候我们的笔就可以让他掀了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键盘的感受啊 因为我的键盘没有这个触控板 所以说我就是键盘配手 越配越有 好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office 目前来讲的话 和电脑的桌面 该有的应该都有 从文件啊 这个也很像 开始啊 字号 字体 修正 然后是画幅 以及你的所有字体啊 这些都非常的多啊 都是同步的 然后插入表格 图片 图像文 本框 批注 还有公式 绘图 布局 审阅 试图 这些全部都有 然后是阅读模式 阅读模式也全部都有 打个字试一试 我在马路边 减到一分钱 回车下一行 怎么办呢 啊 这个 完全一样 无论是输入法 这个打字的快捷程度 因为逆语 然后以及快捷键 windows那套快捷键 比如说out加a 就是全选 然后删除 删除就全删了 这快捷键都一样 然后比如说后退 Country加Z就是撤回 这些按键都是一样的 和你windows快捷键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字体放大 因为我没有这个充分板 我就是自己选吧 开始加深 字号 38大一点 颜色变成蓝色 然后这个回车 切分一下 虚中 航距 航距我们全选 全选之后 我们航距变为2.0 航距就变成2.0了 所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非常顺手 好这边就体验到这 word是没有问题 然后直接保存分享 然后是通过你的windows 这都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关了 然后dex模式下 想起我也不讲了 它没有太多的更新 无非就是多了一个无线dex 无线模式之后呢 你这个平板电脑 就可以当成这个手绘版 然后呢 这个就是桌面级的 这个应用的感觉了 比如说这个长按 你就可以把它直接 添加到主屏幕上 然后呢 我们点开之后 就可以直接用 因为它都是桌面的 这种感觉啊 所以说还是不错的 而且刚才我也看了 无论是你浏览器 你的图侧 你的相册 都可以跨屏 直接拖到你的word里面 还是非常有用的 这是图表 我们点开之后看一下 我图表真的不是大神啊 这个我觉得应该 没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xl我真的是不太会用 也不太常用 所以咱就到这吧 我PPT还是可以的 我们还是打开 给你们试一下PPT PPT也是给你的很多版面 然后我们也是新建一个看一下 嗯 这个也是我觉得和这个 电脑没有任何区别 新建幻灯片 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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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幻灯片版式 我们看一下母版试图 放大设计 审图 幻灯片模式 从头开始 隐藏幻灯片 动画切换 设计 看一下切换效果 弹入滑出 这些基本都是一样的 设计主题 设计灵感 设置背景格式 我只看我会的 和我自己用的 文本框 smartart也都有 试图 试图方向 从左到右备注 目前来看 我大体看了一下 确实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就算S6买了 我也一直没有用 所以说有些东西 我也就是说 大体给大家看一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版式 因为灯上了 你们初次灯的话 在三星里面 应该会给你免费 试用30天 我在S6已经用完了 因为上次做节目 已经用完了 所以说这次 借了一个朋友的号 他的号 然后直接同步过来 目前来看的话 他的功能和在我电脑 因为我也是小白 在我电脑里 所能用到的功能 基本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官方的吧 我们直接切换 然后我们现在拿着Spen 看看能有没有什么用 Spen按一下是下一张 按两下是上一张 Spen还是可以用的 这里面它和Spen的联系 就是Spen 你直接可以拿来演示 这点还是不错的 然后Spen 你直接长按 快速长按 还可以截屏 这个就是三星自己的 设置了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Spen接着下一张 下一张 它有动画 然后下一张 放映结束 然后当你退出DEX模式 你在刚才 DEX模式下的所有东西 都会在后台 直接给你弹出来 也不会杀掉 我们看一下 DEX和你刚才这个软件 都会有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现在这个 分屏模式这么多了 我真的觉得 其实都没必要在 DEX模式下 做任何事情了 现在已经很自由了 所以说 DEX模式还是看你个人 DEX模式确实是好用 但是每个人的 用程度和使用程度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 一手演示视频 再征集了大家 这么多的问题 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出片 我只能说是尽力 绝对做不到面面俱到 如果有一些细节 或者是方向的问题 还没有做到 没问题 你私聊 百分之百回复 帮你测试 以上就是我真真切切 把自己的使用感受 和一些操作体验 如实的反馈给你 其实并没有掺杂 太多的个人意见 最后也该主观的 说一下自己的感受了 这个时候 如果你自己已经有目标 或者已经有答案 其实就可以关掉我的视频了 有些时候 往往一些结论向的东西 会左右一个人 但是这样又往往 并非适合于每个人 那我就开始说了 我曾经体验过 S5E 5.5mm 世界最薄的平板触感 我也第一次在S6上 感受到了HDR10加 捧在手心上的震撼 如今第七系列来了 它没有创下什么平板之最 劝面面俱到的 把其他方面都填充了起来 而且我在S6上面 吐槽的所有痛点 全部革新 促使我换七系列的原因 就是大屏幕下 高刷新率一定是要有的 作为生产力 比一定要是圆的 没买5G版本 是因为自己确实在外面 没有什么用到平板上网的时候 硬个急 手机开热点完全没毛病 至少给手机充电 无论是速度还是便携程度 都要给比平板充电方便 所以我不假思索的 选择了WLAN版本 8加256G也是必须的 毫无疑问 平板的更新换代 不像手机那么快 怎么定也得用个三到五年 一步到位才是真的省钱 至于S6和S7 在我没有拿到S7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如果S6价格足够合适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上S7 尺寸大不了多少 而且在平板最为重要的屏幕上 做了一定量的缩水 如果你的平板 拿来只是在影音方面更加着重 那毫无疑问 S6就可以完全满足你 甚至更轻薄的S5E都可以 如果你根本不会去影音 更着重于去阅读 去书写 去记笔记 那么其实我反而更推荐 你去买4比3画幅的iPad 毕竟这个画幅更趋向于我们的书籍 无论是你在书写还是绘画 视野和感受会好一些 当然 纯达平板当生产力的人也不多 如果你既需要影音 也需要生产力办公 幸违这一回 直接上S7加